我欢迎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今年一月 脑鲁做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国复交的政治决断 这是符合历史大势 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对太平洋岛国也并不陌生 我曾经三次到方过太平洋岛国 我在南台还是有很多朋友的 今天和你见面就算是结识了新朋友 我感到很高兴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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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